运动场上热烈进行的是卡巴迪赛事 但多数人可能对这项运动都很陌生 为了延续台北市大运热潮 并强化全民关注体育赛事的热度 体育署今年扩大规模 让全民都能在家 透过电视网路频道 直接参与关注台湾的运动赛事发展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国内的基层的二级赛事的转播 会让大家更专注于 这些原来不太被注意的 这些运动种类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 让台湾的运动赛事的整体的环境 让它更完善 我觉得帮助很大 因为这算比较小众的运动 但是如果有了这次转播机会 我相信可以更多人看到我们 然后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推展 应该会有更大的成效 运动赛事的播出 能让台湾运动员的拼搏风采 让更多民众看见 也肯凝聚全民意志 去年参加世大运的选手 就因为有转播的机会 不仅带动民众对赛事发展的关注 也重新鼓励运动员追逐梦想的信心 我听到蛮多其实本来要放弃的选手 因为看到去年世大运之后 他们又重拾他们的溜冰鞋 就是想要再找回当初的 追梦的那个感觉 我就觉得还其实还蛮感动 就是可以透过自己一个小小的力量 去影响到他们这样 运动员赛事开播将持续到年底 丰富多样的运动竞赛 与热血激烈的体育竞技 可万满足台湾观众的视觉享受 原是新闻穆拉斯巴查克 台北市采访报道